大家好,早前拍了一些影片,不是一天看了四間屋 而第四間屋,已經拍了一段影片出來 而第一間屋,我還未做好一段影片 大家有拖沒欠,讓大家看一看,這間是一間新屋,Waterna 其實我已經拍了一段影片,一個地績是一開錄 它的售價是一百二十多萬,不過我猜它已經賣了 不過我之後還會拍一段影片,弄好給大家看 那今天我們來看另外一些屋 今早在Waterna和Waterna South,就看了四間屋 一個早上就看了四間屋 一、三、四,我都拍過影片 那今天主要要講一講第一間屋,在Waterna South 它叫Hard Quest的Este 這間屋是450平方米的,它有五間房 有什麼特色呢?它這間又有露台 裡面的裝修真的挺漂亮的 而同期,在上兩個星期,有一間四房屋 它都買了一百六十七萬五千 我覺得這間屋已經是破了同區的新高價 你看裡面的裝修,都真的不錯 廚房啊,Alfesco啊,甚至有Gucci 這些是一些吸引的地方 但是它買了一百六十七萬五千 我給大家看看當日的情況 一百六十七萬五千 都比起同區,我也沒見過 同區四房是有超過八六萬 上年都沒有,上年就算房大地些 四百多以上的地 大概一百六十幾萬 全這一區都開始炒掉了 我們這裏是我聽聽聽 這間屋,原本開價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八萬 而它底價一百五十萬 最後以一百六十七萬五千元成交 真的破了同屋苑的新高 而今天我看這間屋,就比起上星期拍賣一間 更加大更加高質 我相信一定更加貴 今天我們看看同屋苑的一間屋 這間屋是五房兩次的 開價都是百四至百五萬 這間屋挺好的,它有露台 也有座向向東 以前沒有樓遮住 而這間屋的樣子都挺漂亮的 上次同區的一間屋是一百六十七萬多 這間屋是四房細地 這間屋是一間大地 看看它真的開什麼 戶路 賣什麼藥 看看這間屋,它有露台 我都看過露台 露台就是包裙的出 雖然是Vumpus 和這裏的主人房 不過我看到有一點生壽 有一點甜 朋友說這間屋像Portatavix 的設計 雙車房 這裏就出來 我們進去看看 這道門 大門,夠大 真是正 朋友說這些磚是比較高質一點的 我不知道怎樣高質 它就懂得看 比我家更高質一點 我們看看這裏 這間五房兩浴室的屋 是有兩層的 樓下主要都是一些Lounge 客飯廳,Alfesco 而全部五間房都在樓上 浴室都在樓上 左邊呢,它有一個小小的Lounge 所以我們可以做書房 也可以 這裏呢,有一個拱門 我們來看看 這裏是第一次出來 那時候 我去看看 這裏是 這裏是 有一個櫃 有一個櫃 這裏是 那裏是 這裏是 這裏是有一個 這裏是沒有鑽 這裏是很有趣 它有裝修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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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主物室,原來這裏才是車廂,那些東西還放在這裏 Double garage 的車廂 那這裏的廳很大,它真的有些裝修 你看到這裏走岸 那這裏有些電器,放在雪櫃,全部放在這裏 那這裏還有一個walking pantry 還有一個大衣櫃,那這裏是装東西的,ok 那這裏是方太,這裏是真的用來煮食的 那有窗,也有醬 那這裏還有一個出了去的窗口,煮食 900mm 的爐子 濾鏈機,就是那個小碟機 雙聲盆 那這裏一直過,它都拿通了出去,正 一邊放在飯桌,再打通這個位 原來叫做Alfesco,它就打通這裏 再做一個多樣的食飯的地方 去做茶具 這裏很棒,它打通鋪了一個地磚 再出才是一個deck 看看這裏,其實這裏本身是一個後家 它本身是Alfesco來的 它鋪了磚,製造了那個暖氣 製造了接窗,這個成本很高 這間很高質的樓 那你看看外面 那這裏有一個沒有蓋的deck 少少種東西,有籃球架 這間屋,那次這間後面就是說 這間屋都167萬多了 地又小,距離又四房 那這間就是整個180萬 真是貧窮又限小的想像 好,我們繼續看看 你看這裏 整個屋位,有水晶燈 這裏還有一個theater 它應該加 我懷疑這裏是不是加起 沒有理由,這間屋這麼新還加 這裏都是六七年屋 有個theater 這裏有個屋位 你看,這些屋還做到屋位豪窄感覺 近距離再給大家看看 這個屋位很棒 如果我在這裏 一個客人坐在這裏 你看看上面 主人家也在這裏 主人家有幾個氣勢 還有一間大水晶燈 剛才試過這條樓梯 測試都幾好 幾實正 不過有條熱行仔 整體真是正 這間屋 最正就是這個廚房 它是Illand 有窗,有Paintry 一直在門口 一直走過來 看尾 這裏有個飯廳 還有個客飯廳 這個正 這間屋 起碼百七百百萬 應該創侯區的新高 拭目以待八月尾 很多人在樓 很多人 起碼有十幾台人 今天第一天開放 不得了 好,我們上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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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些木 實在正正 拿著那兩間真的不一般 這裡是主人房 先去看Rumpus Rumpus 可以出露台 挺好的 四四正正 可以一邊坐 小朋友 測試一下地板 是否夠穩固 不斷擋 如果擋我的樓梯 就慘了 我的樓梯 讓它擋散 這些石木 很棒 不過 也要保養 不過保養得很好 這裡五間房 在樓上 我們發現有些好東西 是 我原來是夾慢 怎麼了 原來是說 扔一些衣服去洗衣服 這件是這樣的設計 我最初以為夾慢 搞笑 好,我們進入主人房 這些主人房 都大 主人房 放兩張椅子 其實這些是道具 因為我記得去這間屋 我走過時間去搬走 木槍 很漂亮 用的材料很棒 不過 這裡可以出到剛才的露台 不過這些是有點生手 不過這些 沒有辦法 這裡有一個 1st的主人房 走 走一些衣帽間 即是這個走櫃 這裡有一個衣帽間 這裡有一個箱的洗手盆 磚也沒有鋪完 但是有不同的設計 部分沒有鋪完 浴缸 亂管 全屋都用了這些窗 這個臨浴間 看看 不錯 不錯 能夠進去 這樣 毛巾架 放在這裡 這間 不錯 這個位置 又是扔洗衣 又是扔 衣服 去洗衣服 好 主人房 是不是都很棒 這裡有一點 梳化 到右邊 這裡 其中一間房 後面的四間房 沒有套房 這些是比較小 它都有一個 小小衣帽間 不過我都不喜歡衣帽間 只有一條架 我自己的屋子 就拆掉 整個衣櫃 這樣好像有點 有點 不行 不過這裡 因為左右有人 就自閉窗 而這間 都是一樣 它一個對應 都是一個 一個 第三間房 你不是小朋友 這個是一間 房 這個是小朋友 這間房子 東西 還在 這裡 好 不過這個位置 真的很像 在這個屋苑 有一個大位置 很難得 因為地大 不需要那麼大 就可以有些位置 留下 這裡有一個家庭 樓上 除了主人房 只有這個位置 不足 五房來說 不是太多洗手間 專門鋪了一半 但是這裡 有時候都不明白 同一個座向 這裡就可以名窗 旁邊就要自閉窗 為什麼洗手間可以名窗呢 其實不太明白 這個是Powder Room 這裡是另外一間 尾房的 睡房 都是自閉窗 就是說 除了主人房 全部都是自閉窗 不過樓下真的很漂亮 這些 電視機 就是普通一般的 對 這裡有個 廚物室 尾房 大一點 大一點 主人家 我們來這裡彈 都是自閉窗 一個醫務間 整體的 當然是很棒 你看看窗框 細微位 起碼多幾條邊 三四條層次邊 地腳線 這些都是多些細微位 這些就是有成本問題 就算是天花 也對 它不是一層 兩三條線條 這些可以看到 它的用料 去到醫務間 都照鋪 在我家裡 都沒有那麼多細節 所以有時候 你看家屋的用料 除了看家屋的水平線 看看高 看看低 又看到不同的東西 最棒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不得了 這裡 因為它不夠 爬出去 所以它可以做一個 鳴槍 鳴槍 但是這裡很棒 感覺 整間屋的氣勢 是很有 你說不足的 就是不夠洗手間 而且這枪是 左右 因為夾著就是自閉槍 這間如果說 140萬至150萬起家 剛才說 後面那間都開 上次買了 167 又細地 這間地450地 那間有350地 那間是4房 這間是5房 如果這間都是150萬 那間就賣到160幾萬 這間我猜 最後可能賣到 170-180萬 都相似 8月尾 就開賣了 到時我又去 和大家直擊報導 多謝大家 一日收看 和大家直擊報導 我們回來看 原來這個就是 收衣座 剛才不是有條座 在上面 摺東西下來的 原來在這裡收衣 然後呢 就可以給 這裡洗衣 好搞笑 這個位置 你看看 換了鞋子 就知道 今天舉這些 很容易看 讓我再穿鞋子 先 你看到這個露台 看真點 那些 朋友說 有些貼件在這裡 是很漂亮的 但一落雨 在龍絲位 一落雨 滲了一些瘦積出來 就很髒 這是一個美觀 但是有時候有外 即 又令到一些瘦 出來 這類的 還有這個車場 它沒有燈 它這個Sensor 是 進去的 所以這裡 加回 不難的 這些位置 都不知道是否早拍地震 震到邊 都脫脫的 這間好 都是吸引的 去入五房兩次 但為中不足 就是它不夠洗手 即是那個洗澡間 如果多些就好 因為它裡面很grand 成本都很高 建一些樓 你看這麼多窗 它全部窗都是用一些 那些Shutter 來的 是貴的 現在給我的感覺就是 同區來說 是一個 算是相對頂級的屋 我覺得它像一百七十幾 一百八十萬 到時候 告訴大家 看看它拍賣 拍成怎樣 大家就猜一下 多少錢呢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